好 今天很高兴 县政府这边来办理一场 两公约的事件跟发展 这个主题大概 各位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 因为最近 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都一直在 办理这一类的政策性训练 让我们对于很多很多的主题有一些概念跟了解 那两公约的话 我大概看了一下资料 给他说的不对或不值得的部分 那已经老师指定了 1966年联合国通过 1976年生效 我国也在2009年也是民国18年 立法占图通过 来施行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赵老师 他是非常专业 赵老师 目前是在邦克大学 他是宪法 政治跟社会 这些隐喻有非常专业的学者 专家 赵老师是国立高中大学毕业 社会科学博士 那么从我们也是我们和邦克大的 创校的延伸 美国八十年开始 在从高小海专 本部分校开始 我们赵老师就在这边服务 他的经历也很丰 通知中心 主任 他也当过参与 管理系的市主任 我吓一跳 英语外语系 也曾经担任过英语外语系的主任 胡叶经营管理研究所的所长 也任了两个 两个人文管理学院长 在去年八月 英语任期 借了 协任 转 我们通知中心 通知教育中心的主任 可以说在整个过程里面 逃离满天下 包括我都是我们蔡 蔡老师的学生 特别是在整个 教学的研究跟服务过程里面 获得了很多机关 包括我们鹏哥带的肯定 包括我们国科会的 甲总研究奖 乙总研究奖 还有教育部 这个合定为优秀的教育人员 卫生署 他也连续四年获得了 全国里岛社区 健康营造计划 丢这个奖 连续四年 特别在鹏哥带一部分 也先后获得了 这个教学六二两奖 以及 赶紧教学奖 特别我们在 我记得 国际关系学者 刘碧隆他讲过的一句话 在一本书里面看到 他说 如果我们做学会 做学术做研究 如果不能跟 实际的应用结合的话 那就跟小孩子在玩 玩具一样 对于国家 社会国际女生 并没有什么 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 蔡老师 从 这个在我们 服务开始 回乡服务开始 一直 跟我们社区 跟我们县 县政发展 地方发展 地方的经济政治 都做努力的结合 在 在 100年的时候 来创业 地方就学会 来 做一些地方 相关政经 跟社会 各个面向的研究 这个 当选的 第一任的理事长 之后又 这个 第二任 今年好像到了 所以 可以 可以了解 就是说 可能在台湾里面有很多是 学生 可以了解说 蔡博士 蔡主任 蔡医院长 在整个 同学 同学大服务过程里面 可以说是 贡献卓著 今天这个 议题的 言语 是我们 蔡医院长 非常专业 他 摆忙之动 因为我大概在学校 很短的一段时间 我了解 蔡医院长 是一个非常 积极认真 投入 跟学生能够 非常良好 互相的一位老师 所以他大概也很多工作 都推不掉 可以说非常好 今天特别播口 来 帮各位 我的 座位语名里面 大概有一句话 我觉得 拿了字典 也提供各位来 参考 大概如以上 有一位叶先生就问子录 就问你孔子 你老师 是一个怎样的人 子录说 他很 很难形容 描述孔子 这么一个委员声明 那孔子就告诉他 就跟他讲说 我是 八分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 之五零 我也是 这句话 字典 就是 不管今天 各位 用什么样的方式 自动 或是被派来的 前面或不前面的 都能够 利用这早上三个钟头的时间 不管是 等下王朝老师 讲的 每一句话 或每一个概念 或每一个价值观 都能够 吸收 不趋势 我相信也能够 达到我刚刚讲的那个目的 那我们现在 用热烈的掌声 来关联 三个钟头 三个钟头